大家正在煮米的蟾 可能是说因为这一场人双大火 让这条蟾在这上头整的所在 今年出现这康卡 没有结束的情形 这农民表示说 这内情形 让这今年一季都做的修行 顺势两季三季 对农民来到蟾蜾里面 可以看到条蟾部份 今年在上头整的部份 出现只有白色道杆 并没有建议和条蟾进行 都没有表示 这样在未来条蟾如果是受过时 因为说头前没有丢蟾 整的这条蟾是没得随着 减少收成顺势 继续是两三三四周幽 因为这个竹子 背流没入比 特别严重 以往都是零零星星一半 今年可以是说 我们保验者 全民生都这样 就是说 丢蟾这背流没入比 这个以往的高级 最后减少的头两尺至三尺 不够这么严重 说起来 如果有点类似空包带 但是后边这阵都没入比 像这样的整形 以前也是有过 但是不像今年 可以说是有900个 中材都这样整形 农民怀疑是日前大火所料出来的 因为不知道是河水的问题 是怎样 就是这样 就这样 没有终于全部都没出过去 那这个有可能 有可能性 刚才那个骨子 刚才在不出 那个骨子 它的河振在流 那那个骨子 我们这个骨子 我们这个骨子 好像两尺三尺 那以前说有 蛤? 以前说有这样? 以前我没有 以前没有这么严重 有100竹子 它可能是整理的问题 希望说 我们政府可以帮我们 帮帮忙一下 这个在我今年 去收 一分队最早 也有400根以上 一分队 减收400根 因为怎么说呢 这个骨子的重量 和拔水 就是都直接没流过 因为它没流过 今年的骨子 如果不嫌疑 就可能有点困难 这个骨子都是 切到所有的拔水 到那里都直接没流 这个没流都没流 这个没流都完全没流 这个没流都完全没流 就算是出现这样的灾情 人民希望 政府可以来调查婚姻 并且 起来说 如何复合保障的抗亡 可以协助人民 减少损失 最深的由 访问保险保险保得 这今年